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财富指挥官 财富掌停板 各位没有看错 这是黄敬哲财富指挥官的题目 那么你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这是我的节目 为什么我今天要这样子跟各位开场呢 各位注意 今天下午所有的节目都是 Oh my God 掌停了 所有老师的节目今天通通都有Oh my God 你说老师你们都好厉害 没有多厉害 各位看一下今日报纸 写这么大 Oh my God 进军NFT 拓展营运版图 每一个老师都是Oh my God 好厉害 不相信你等一下转其他来看看 但是我这么讲一件事 这些老师们有没有Oh my God 我想好的股票大家一起来追 那么我没有太大的意见 你看我节目唯一跟他们最大的分别是 你希望在111块附近进Oh my God 还是要等到今天开了盘 那么拿起你的摩托车 拿起你的脚踏车 一路给他追到展平板 由你自己做决定 这一来一回啊 相差接近40%了 而且我今天呢 就算有人要讲NFT啊 要讲Oh my God 静哲老师一点都不怕 静哲老师也是非常的欢迎 为什么 所谓的老师再敢讲啊 他绝对不敢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啊 这是11月1号啊 就已经有人在谈NFT了啊 霹雳布袋系是最早提到 尤其是我们国内所有的股票当中 特别是文创游戏股里面 最早提到NFT的 各位啊 你不但能够啊 各位看到没有 3687 你不但呢 在我家族里面 能够最早切进Oh my God 等一下你来观察 同时呢 还比这个更早啊 就已经切进霹雳布袋系 这已经涨幅快要一倍了 时间地点都让你对啊 画面在这里啊 2021年 没有人写到这么清楚吧 11月16号 节目播出的7分10秒画面 你去看 我说做节目来说的话 最重要就是第一手 那么你能够掌握住第一手的话 市场上面会慢慢地 跟上你的潮流啊 我不喜欢说 今天一档股票涨了很久 然后上来说 哎呀 今天我这档股票我追上去了 例如说这样子3491 我相信应该也有人很厉害好了 假设有人很厉害啦 但是我不会在那边 200块给你追进去说 你看我从80块给你做到200 我说那个不叫第一手啊 那个叫做什么 我也不会形容的 我要呢 一定要一档股票 从最低档的时候 开始跟各位来做布局 那么研究国际上的一个趋势 能够发现未来比价的空间 当时最早告诉你说 宝可梦光是募资 就募了三亿美金 我说宝可梦可以募资的话 霹雳布袋系可以募资 霹雳布袋系也可以用NFT 这是我告诉你的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重点现在也不是Oh my God Oh my God今天报纸都已经写那么大了 等一下我们来说吧 重点在于说 还有没有像Oh my God 还有没有像霹雳布袋系 这样一档接一一档会借由啊 NFT我等一下再解释了 今天很多人就开始解释NFT 还讲得不清不楚 我都快笑掉我的牙齿了 各位注意 还有没有像霹雳布袋系 这样的个股 那么恭喜大家游戏股大涨 因为还有后市 各位看到没有 这是续约 续约之后呢 有没有涨 还有 还有 各位看到没有 等一下我慢慢地讲给你听 MLB MLB MLB球员已经推出NFT了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NFT市场还在持续啊 元宇宙的涨停板还在持续啊 这才是你今天看节目里面 最重要要赶快来加入最重要的目的了啊 因为元宇宙的涨停板还在持续啊 你来当然也可以有机会 不过说真的今天可以也可以 不过这么说一件事还不会比现在新的 因为毕竟它是旧的元宇宙概念股 你要做元宇宙做新的做第一手的 懂我意思了没有 元宇宙的涨停板还在持续啊 从简单的VR到元宇宙的受益股 到后面是构筑推动元宇宙啊 那元宇宙里面还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虚拟货币里面 各位看到没有 我要做一个虚拟货币的市场 谁最早跟你讲这个虚拟货币市场 而且到现在为止 台湾还没有正式的翻译啊 NFT叫做非同质化货币 这个听起来你听不懂 我说这个叫做虚拟货币跟艺术品收藏交易市场 我帮你翻译这个名字比较好啦 你看一则贴文可以卖八千零七十三万啊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一下这个无聊元的头像啊 每一张都超过十几万啊 每一张都超过十几万台币啊 这叫NFT市场 也就是把这个所谓图像呢 变成每一个人的收藏品 你不要说老师这个我不喜欢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你穿T秀上面是不是有个潮牌 知道吗 年轻人有个潮牌 或者说你上网的时候有可能也利用这个当潮牌 甚至我就跟你讲什么歌手林俊杰 他们都是用这个 这叫NFT市场 总之这个头像都能卖的 宝可梦都能卖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谁最早跟各位 你不用看报纸了啦 看看我们股市现场 报纸今天才有耶 股市现场我已经讲了很久了耶 这上面写什么字啊 Oh my God 民主持人郑明娟小姐站在旁边一起看的耶 这一起做见证的耶 还没长吧 还没长吧 各位看一下 图在这里 他在这根看到没有 有吧 白纸黑字吧 没有错吧 亲爱的投资朋友 谁最早跟你讲说 Oh my God 其实最有机会成为所谓NFT 或者元宇宙里面最重要的游戏厂商 我说茂围就是做VR方面跟谁 AR VR跟谁 跟台北市政府来做合作的 所以你要去发掘 不是等到报纸跟你讲的时候 那市政府现在在哪里 我看一下市政府啊 这里 鼓励青少年创客教育 台北市青少年 看到没有发展处啊 所以茂围本来就是很多 3D游戏的一个经营者 茂围后面的老板就叫做Oh my God 3D游戏是最容易变成元宇宙的 因为你只要把元宇宙的装置装上去 里面内容不用改就变成3D游戏 3D游戏里面相关的图形呢 又可以拿出来做NFT啊 他现在把他做一个什么 Lunar Forever 点桩时创派对啊 点桩时创派对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谁最早跟你谈到这件事啊 还是我 还是我们啊 你要等到今天掌停板 再来喊OK没问题 甚至我觉得今天有很多人谈Oh my God 因为我相信这么快的速度 你的老师今天上去讲Oh my God很心虚啊 他可能抠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涨停了啊 对不对 谁能够讲得最理直气壮 谁真的就是有拥有Oh my God 这么彪悍的股票 还有在这里呢 这节目不是普通节目好不好 这人家是非凡电视台的股市现场 最长时间最具多大师的节目啊 这张跟这张一模一样吧 各位网友啊 让你对个清清楚楚明白明白 11月16号看到没有 我本来15号要讲的没有时间 我16号还是拿同一张图讲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把它折开来 是不是一模一样可不可以 这样子你还要我讲什么 亲爱的投资朋友 做人不要太想太多你知道没有 因为黄敬哲一定是看到新的东西 要跟各位来做带动 他也是跟元宇宙最相关 为什么跟刚才的Oh my God 那么我会两个最先发现 因为他本来就用VR的手势 在控制他的一个布袋系了 已经有立体的 你没看过圣石传说是有立体的吗 然后呢这个月 不是这个月 今年啊春节的时候 霹雳布袋系要推出素环针的电影 大型电影3D了 所以他能够3D电影 就能够让你3D游戏嘛 所以我跟你讲说请你注意 他已经有NFT艺术拍卖 最早跟你谈的就是我了 今天大家都在谈这件事啊 就是拿虚拟货币去买这些 相关的NFT的肖像跟头像 你各位有没有看过 你说老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我跟各位讲一下注意哦 你看哦 8450匹里原先属 这当时是33块钱左右 原先属于尊惠的股票 限制交易中还可以在进场交易 这个是白纸黑字吧 哪怕你是33块钱进去今天50几啊 今天50几啊 这样有没有理直气壮 我讲的股票我坦白说一件事情啊 我喜欢做就是做一个大波段 我不知道各位为什么要去怀疑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会一直讲的一定是大波段的股票嘛 涨一天我要讲吗 我今天也可以讲一下啊 没关系啊涨一天涨两天 这涨两天啊 各位不能讲吗 还是可以讲啊 搞不好明天要涨上去啊 但是我没有必要去强调它嘛 我是要强调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还会有NFT的股票继续来做一个上涨 还会有NFT 因为它这个市场一直在不断不断的扩大嘛 那么现在呢已经开始进入所谓人像性质的情况了 那么MLB的球员 MLB知道吧 那个美国职棒大联盟啊 要推出NFT的支持计划 而且这个Michael Johnson啊 这个家伙是很会做NFT的 你看上次卖出多少 卖出100万美金啊 所以未来的MLB相关的球员卡 你现在看到我们台湾也有啊 台湾也有集园中信兄弟都得到冠军啊 你们有没有看了过人家收集他那个球员卡 我说过MLB就像什么 你收集束缓针的卡片 那个也是将来会有具有价值 你收集这个Oh my God Oh my God里面可能是相关的一些游戏的 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其实有很多游戏人物很重要 看这边 关公重不重要 关爷爷 三国在这边 会有人去收集这些卡 还有包含的这个是MLB啊 MLB你看 你看比方说David Jeter啊 对不对 Jeter啊 还什么 Alex Rodriguez是不是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几个非常棒的球员啊 现在最重要是大股翔平 大股翔平那个一出来不得了啊 他们这种认同卡会值很多钱的 知道没有 亲爱的投资朋友 认同卡会值很多钱的 表示什么 还在一个持续的当中 甚至他们用游戏方面来做交易啊 这档股票 这个一支而已我不想讲 到时明天全部都是这支 我的会员朋友已经进场了 这个还没有 麻烦各位赶快办好手续 我现在常常讲股票是不等人的 股票在这边是不会等人的 你想要等人的话很简单到这边再来买 来 股票在这边是不会等人的 要等人在这边买 所以很多宏达店都买在这里 其实都追在最高点 这个还比较好 我跟你推荐的还比较好 至少你等在这里也都还可以 买在这里也都还突破 这个叫做等人的 我要买的是不等人的 注意不等人的 不等人一定是第一手 连公司大股东都会冲进来 连外资都会赶快进来 就像今天Oh my God 等不等 刚才你自己看到了 Oh my God 在这边等你你不要 等你上来就是用追的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 真正的财富第一手的指挥官 掌停掌停再掌停 请你赶快跟上第一手的个股 马上回来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神秘礼物 运达早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站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早顾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逛股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 2781 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 0909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神秘礼物 运达早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站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的速购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自然循环 深深不息 原宇宙虚拟后币 NFT 所谓非同质化虚拟艺术品 及收藏品交易市场 这三个东西是同为一体 请你记住 我再讲一次 那么构筑推动元宇宙里面 当时我跟各位提到说 像今天狗狗币 我相信很多年纪的朋友 听到狗狗币说 这算钱 这当然算钱 因为你拿去跟马斯克换 可以换成特斯拉的零件 那么你狗狗币可以换成比特币 比特币可以换成美金 美金就可以换台币 那是真的钱 我现在就这么跟各位讲 美国就是要发展比特币 因为它发展了比特币之后 元宇宙会产生非常多的交易市场 当元宇宙有这么多的交易市场之后 元宇宙更大 来 今天没时间讲了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注意环天科代表什么 美国的这种飞机 无人飞机 那么环天科至少是美国无人直升机 没错了吧 现在是不是可以拿来排斥 不好意思讲 那个美国不是拿来排斥用的 排斥都可以排那么精准的 难道到伊朗去砰 去给人家执行暗杀计划 没有办法吗 那么元宇宙就是这个所谓的工业 最后面的动力 就像说你有苹果 你才可以发展很多的一个资讯 就像你有台积电 我们台湾有台积电 你可以在整个工业电脑里面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所以美国因为希望科学领导世界 科学击败中国的情况之下 所以开放比特币 开放狗狗币 开放元宇宙 开放什么 开放NFT 所以这件事情呢 是属于未来世界 你必须要掌握的 我说实话一点 我已经55岁了 各位知道吗 我每天在看那个NFT市场里面 新的资讯 很多是英文的 甚至呢 我昨天还特别啊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玩线上游戏 我特别跟一个线上游戏的游戏组 两个坐在那边 然后听他怎么讲 打到这边 怎样怎样 你有没有看他们旁白 真的是 真的是你会受不了 你会觉得很无聊 怎么这边碰到一个人 怎么这边踩到一坨屎 就是这样 你是不是看你的年轻人 还有你的这些青少年朋友 都在做这些事啊 问题是 这个就是未来的世界 他碰到那个人 他又跟他讲什么 你有没有NFT可以卖我啊 你有没有什么艺术品可以卖我 你有没有什么保 一开始有什么保健 一开始有什么衣服 一开始有什么过关的 NFT叫 Nunfigable Taken 知道吗 就是这个东西 那原则上 你要说翻成非同直话后币 你听不懂 我就直接跟你讲说 他用这个什么 去买虚拟的艺术品 或是什么 虚拟的货币 或是虚拟的宝物 你懂那个意思了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呢 各位看到没有 为什么3687的Oh my God 我看今天有很多人跟你讲 因为他进去了NFT市场 所以他今天就会涨停 不好意思讲 各位老师年纪也跟我差不多 你知道他讲NFT是什么 他也讲不出了 这因为就是因为Oh my God 他有很多 包含像6763 绿界科技 各位看一下绿界科技多少钱 他就是本来是用保物交易 还有包含什么 包含线上斗内 刚才我提到了 我跑去那个斗内市场 去看一看到底人家干嘛 所以黄老师的研究精神 各位真的是可以好好佩服一下 我看说原来一个 这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 有一个漂亮的女生 这站在电视机前 站在电脑前面就有人要捐钱给他 这叫斗内 知道没有 斗内 斗内 大概大家有听过了 最起码也听过高嘉瑜斗内 对不对 被斗内 所以各位 我已经是花尽全力帮各位介绍了 总之你看一下南韩偶像团体 还有什么 各位看到刚才这个棒球 棒球对不对 这位看到Michael Johnson这个家伙 他在60秒卖出100万美金加密艺术 所以包含刚才提到的这些头像 这些都会将来会成为一个 未来的一个商品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这次8450 因为他有很多布袋系头像 还要两件也是钱 比还要两件更贵叫常庆人 总教人 总教人更贵叫石燕伦 现在最红的叫树桓针 什么南极新军到常拿出来卖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也可以 这个叫什么 封神榜 封神榜你总知道吧 那个皇帝吃油这些 他有封神榜叫吞食天地 只是他们用一个学术名称 你可能不能说叫游戏名称 吞食天地嘛 那这个叫天堂M嘛 你不要小看 今天自贯拉回来最多 反正我反而最会讲 天堂M 注意哦 已经是3D了哦 所以天堂M如果将来要介入 所谓的3DNFT的游戏的话 反而是自贯的速度会比较快哦 不要说我今天没说 我每天都给你新的东西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能干嘛 你最重要是要做第一手啊 股仰市场能做第一手 不做第一手跟第二手第三手差很多 有的人到现在为止都还不知道要长什么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请你注意 将来尤其是头盔用的面板 会变成明年最重要的组合 因为还没有头盔大家要买嘛 头盔用的面板必须要用这个什么 RML 也就是RGB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啊 那么这个叫做MicroLED 或是叫做有机自发光显示器啊 那PM AM都可以用啊 那只能用这三个颜色组合 我讲过很多次 说这照起来的话 跟你放在前面的这块镜片 跟你看到这个自然界 不是现在看到我的电视哦 你是本人看到我的情况 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啊 所有高级的摄影师都是用这样的镜头 所有高级的这种写真级的摄影师 全部都是用这样的镜头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各位看到没有 AMOLED啊一路上PMOLED啊一路上大涨啊 一路上大涨啊 甚至相关的零件啊 相关的零件也是在大涨 后来莱宝介绍完了之后 涨上去喔还没回来喔 我介绍的股票都是涨上去没回来喔 看到没有 我又给你介绍至今啊 也是一档接着一档啊 对不对 是不是又上来啊 昨天有多少人说至今 昨天拉回就一定崩盘了 我是说现在还在限制交易啦 而且拉回幅度太小 你想也知道它是有EPS 你想也知道 它不像昨天那个什么万什么公司的耶 人家十月份是赚0.43元耶 被人家强迫公布EPS都说 公布出来是赚钱的耶 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数字在这里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那么假如你没有跟上它的话 我甚至连安可都给你介绍了 所以是不是又从第一档开始给你介绍 是不是又从第一档开始给你介绍 我说任何一 抓住一个产业 每一支涨停满你都不要放过 你不要只会做红达电 你不要只会做卫数 你也不要只会做卫生 你看到没有 现在Oh my God 霹雳 NFT 至今 莱宝这些 还甚至环天 这些都是我曾经在节目上跟各位讲过了 今天没时间再去讲 3499 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讲说 你说老师第一手有什么好处 第一手你就是至今来保 我现在就直接跟你讲 你说老师那第二手或不知不觉的呢 今天一定有人跟你讲说 友达今天不错 情创今天不错 你去问问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过两天你就知道 616彩晶今天不错 请问我上个礼拜 在股市现场 那个比较长时间的节目里面 没有跟各位讲说 这些就是在做来保跟至今 也就是说他们赶快 转型做这种AMOLED吗 但是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要涨的是这个头盔 头盔最多的 涨得最多吧 头盔最少的3008 头盔最少的就不会长了嘛 所以你要看那个比重有多少 头盔最多的应该 头盔最多应该是他 因为他连微软的头盔都有 头盔成分占最多他就会长了 就像一样嘛 来PMOLED最多的在这里嘛 比较少的在哪里 比较少的在这里 那你要友达还要至今啊 我现在就问你啊 你要宏达店 你要位数宏达店 还是要大力光啊 甚至我就这么说好了 我之前也推过雅光 对不对 雅光还算是比例比较高的 那么郁金光比例比较高 比例比较低一点了 你看一下这个比例比较低就不会动了 所以你要看他 到底占他营收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市场现在在追OMG 我老实跟各位说一件事 NFT最低一名的绝对还是PD啦 后面是OMG OMG現在推出来了 说不定哪一天 刚才提到的志冠也有可能超越 我也不怕你知道了 像这个就是标准的NFT 看到没有 NFT里面 昨天所讲的一檔股票 老师发动一檔金流最大的NFT概念股 今天已经涨停板了 接下来是特殊游戏的概念股 游戏有分很多种 这是一个特殊型的游戏 所以不要等到这个股票又涨停 涨停这个时候 我涨成这个样子 你再来找我们 不要等到这个股票又这样子 你再来找我们 所有新的观念 股票市场之所以 让无数英雄未知折邀 让无数的人能够在里面 能够掌握获利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 做股票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 掌握第一手 赚钱一定有 你说对不对 跟上来 特殊游戏概念股 连我的会员也还没上车 所以这绝对是第一手吧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请您赶快波动专线 掌握第一手 赚钱一定有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力一 帮你出一半 好力二 开红盘起酸 好力三 神秘礼物 运达走顾圣诞威信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阵线 0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走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逛股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低速播 0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力一 帮你出一半 好力二 开红盘起酸 好力三 神秘礼物 运达走顾圣诞威信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阵线 027810909 27810909 我觉得这是我选双打的原因 有一个人可以在背后去做支撑 那遇到所有问题 只能依靠对方一起度过这难关 就像我这次打奥运 他就讲了一句话就是 你尽量去从后面有五 我们是一起去面对问题 而不是孤军奋战的感觉 就像防疫一样吗 对 就跟防疫一样 接种疫苗 提升防御力 出门戴口罩 保护自己与他人 保持室内1.5公尺 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 肥皂勤洗手 内外夹工大力丸